下面呢 我们用融赤原理来求解一下格路问题 大家对格路问题一定很熟悉了 我们屡次三方的提到它 但是在这儿呢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问题 也就是在格路中 我们是可以有障碍的 那么如果有障碍的话 一共有多少条格路呢 比如说在这个图中 我们从00点要走到15点 但是它一共有四条障碍 也就是ABCDEF 以及HG 那这时候我就问你了 我要求我的格路 不能经过这些障碍线段 一共有多少条呢 对于这个分析 我们就可以想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分析 经过这些障碍的有多少 那么如果能够把它刨掉的话 就可以利用融赤的思想了 也就是首先 我们先不考虑所有的障碍 它能有多少个呢 我们知道对应于格路 它实际上就是组合模型 在这里横的方向要走十步 竖的方向要走五步 因此就相当于C155 那么我们就分析 对于设计一个集合 集合是经过AB 也就是经过障碍 从00到15 一共有多少条 这时候相当于 把这样一个格路 变成了两段 从00点到A 然后呢 再从B走到了15点 这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分布的思想 求出经过AB的路径数是多少 同样经过CD的呢 必然经过CD的 也是从00点先走到C点 然后再从D点一直走到15点 那么一次类推 我们这时候就会发现 一些集合我们是可以求得出来的 也就是我们可以设计 要求是不经过障碍的 但是我们去利用 经过障碍的数值 通过容赤原理得到答案 这里面我们设计的集合是 经过AB的路径数为集合A1 经过CD的为A2 依次类推 一共设计了四种不同的集合 下面呢 我们用容赤原理来求解 有障碍的路径数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先考虑 没有任何障碍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的所有的路径数 就相当于是C155 而对应于我们设计的集合 AB来说 意思说 必然经过AB这个障碍的路径 有多少条 它的个数就是相当于 A1等于C2加2 2乘以C7加33 对应于CD呢 我们用A2来表示 它就相当于从00点走到C 然后再从D走到15 它的答案是C4加22 C5加33 对于EF经过的路径数 我们用A3来表示 对于GH我们的路径数 用A4来表示 这样的话 我们想要求的 实际上 我们想要求的就是相当于 不经过A1 而且不经过A2 而且不经过A3的 因此对应的我们想求的方案数 就应该是A1的补给 交A2的补给 交A3的补给 一直交A4的补给 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 我们就可以分别计算 两两相交的集合 以及三三相交的集合 该如何计算 下面我会先看 两两相交的 对于两两相交的 我们拿AB和CD来看 如果要经过AB 也经过CD的话 正好它们在一条水平线上 因此就相当于 从00点走到A 然后再从D点走到15点 这时候这两段呢 A1交A2 就相当于是C42乘以C83 接着往下 经过AB和EF 这时候因为ABE在一条线上 它们的路径数 就相当于从00到A 以及从F到15 它们相当于路径数 是C42乘以C62 对于AB和HG呢 AB和HG相当于 从00到A 然后再从H点走到15点 是C42 C52 对应于另外两个 CD和EF CDEF 相当于从00到C 然后再从F走到15 对于CD和HG来说 CDHG相当于 从00到C 再从H到15 依次类推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EF和HG 这两条线 刚好是平行的关系 因为在隔路中 是不允许回退的 因此它们两个 不可能同时经过 因此路径数为0 接下来我们再求三个三个的 ABCDEF 相当于从00到A 再从F到15 接下来 ABCDGH 相当于从00到A 再从H到15 然后接下来 对应于A2 叫A3 叫A4 等于0 A1 叫A2 叫A4 叫A3 4个集合 也当然不能全部通过 所以是0 有了这样所有的 单个单个集合 两两相交的 以及三个三个的 和四个四个的 我们直接就可以求得 A1 叫A2 叫A3 叫A4 它的个数 恰好等于2049 这一条 叫A4 叫A4 感谢观看